十天左右就要开学 不过高雄现在风灾当中 有多达十三间国中小学 因为交通中断或者校舍毁坏 必须要改到别的学校去上课 大约五百名学生的住宿跟上课用品 都要赶快安排 换上民间团体捐赠的新体育服 李小妹妹没有穿新衣的喜悦 因为她还是很想回到身上的学校去上课 你喜欢这里吗 为什么 好难出来吗 大家心里小孩都比较不安 那马上乡的学校几乎全被土石淹没 即使道路抢通也无法回到部落上课 民族国小已经确定 新学期将在秦山国小护学 目前也有台南大学副小的老师进制 协助带领暑期活动为开学做准备 你如果因此受伤的话怎么办 要到哪边来 不过全校62位学生分散在不同的安置中心 上课很不方便 周四只有30多个学生报到 老师为了清点人数只考不清打电话 有很多时间了 有的在山上 有的在高雄 有的在路主 有的现在不安置在哪里 同样无法回到山上复学的 还有桃园乡全部的学校 一所国中四所国小 400多位学生将集中到 河春技术学院的岐山校区 空荡荡的教室 等待教育处运来刻刻意 更重要的是整体资源分布并不平均 这里缺乏民间志工的协助 老师忙着调度物资 学生的暑期活动和心理复健课程都还没开始 希望说是在正式在8月31号开学之前 赶快让他一切就定位 有NGO团体跟你们联系吗 目前是还没有 志工的部分我想目前来就是说 能够帮学校就是清扫 或者说就是搬运一些器具 因为他们现在安置中 再过10天就要开学 包括校舍全被冲毁的甲仙小林国小在内 高雄县总共有13所学校 必须借用别的学校复学 甚至有500多位学生可能必须住校 教育处目前正在募款 筹策学生的时速费用 也希望能够征求更多的陪伴志工 让所有的学生能够提早为开学做准备 记得日中分辰 陈显坤 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